人民公正党前中央委员拉蒂花 接受首相任命 成为反贪会新任的 掌舵人的课题持续的发酵 今天律师公会和竞选文2.0 发表立场 声明即便拉蒂花 已经退党划清界限 但始终无法改变政治委任的事实 竞选文也点出 拉蒂花的任命也凸显了 政府治理结构存在弱点 包括滥权的疑虑 律师公会主席阿都法利发文告指出 尽管拉蒂花接受任命后 辞去公正党党职 但却不会改变外界 对这项任命 具有政治支持的看法 律师公会强调 打从我国在去年509换政府后 所有政治委任都应该从此走进历史 阿都法利也提到西蒙竞选宣言 曾经声明 反贪会等机构的高管人员 应该由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审核 然而西蒙政府去年12月成立的委员会 却没有参与拉蒂花的任命过程 形同虚设 再来 律师公会也非议拉蒂花在执法方面没有经验 而反贪会首席专员却需要这方面的能力 另外 竞选盟2.0也通过文告表达拉蒂花任命的担忧 虽然认同拉蒂花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 但整个过程却是首相说了算 这对国会民主制度恐怕不是良好示范 这个选举改革监督单位也举出 前首相纳吉在伊玛公司丑闻案中通过特权 委任同盟 出席高管 以摆脱这些主要机关的监督和追究的例子 担心拉蒂花个案开了先例 会倒向类似伊玛丑闻的后果 竞选盟因此促请政府 让反贪会名正言顺地成为独立单位 不受政府的干预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